肝脏是门身体里最重要的器官之一,肝脏的作用就是帮助体排出毒素,可是如今生活压力大,门常常因为熬夜、喝酒以及各种因素让自己的肝脏受损。 可是肝脏一旦出现问题,毒素无法正常排出,那么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养肝护肝就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了。 肝不好的,多吃这三种水果,排出多年肝毒,更轻松。 经常食用荔枝具有很好的强肝,建议的功效,对于一些肝脏功能不全的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多吃些荔枝来起到滋补的功效。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肝脏功能受损的群在平时应该多吃些荔枝,以此来增强肝脏功能。 2. 奇异果 奇异果的营养价值是特别丰富的,被称为果中之王。 奇异果含有抗突变成分骨光肝钛,有利于抑制各种肝脏的不适等。 因为奇异果还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经常食用有助于护肝,提高肝脏的活跃性,减轻肝脏的压力,帮助肝脏排毒。 负含VC,可以促进肝脏新陈代谢,排除体内的各种脏东西。 说到柠檬,很多毒会觉得酸,但柠檬的养肝效果是很不错的。 柠檬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具有养肝健脾,防毒解毒,帮助消失,肝脏清洁的功能,亦有抗菌,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而且经常适量食用可加快肝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功能,多用来泡水喝,不仅可保护肝细胞免受自由基的破坏,而且还可有效地促进蛋白质的合成,进而加快肝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功能,这对肝硬化的治疗和保健也都是十分有利的。 所以说,肝不好的,多吃这三种水果,排出多年肝毒,更轻松,此外平时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多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啦。 往下看更多精彩内容,身体有这五个症状,说明你血糖很高了,要控制好,小心尿毒症糖尿病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 随着门生活水平的提高,口老龄化以及肥胖发生率的增加,糖尿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临床以高血糖为主要标志,常见症状有多饮,多尿,多食以及消瘦等。 皮肤臭痒局部或全身皮肤出现干燥脱皮,排很痒,其中,女性排可能出现明显的臭痒。 这和一般的皮肤病或妇科病不同,它通常会反复发作。 排汗异常不是非常炎热的天气,也没有大量运动,就莫名其妙地经常出汗多汗,甚至是大汗淋漓,尤其是躯干或上肢部位。 皮肤长红斑这种红斑比较像水泡,泡里有透明状僵硬,泡的周围无红韵,通常常在手指、脚趾、手脚的边缘或背面,单个或几个出现,反复发作。 足部坏居脚部的皮肤出现前列,并且脚上对温度的感觉渐渐消失,容易出现化浓、溃疡,伤口难以愈合,更严重者还会发生足穿孔。 颈部炎症脚梗后面出现炎症,像有浓的肺子,摸起来会痛,继续恶化会变成阶子或者蜂窝之炎。 通常排除浓溢后便会自悦,但会反复发作。 糖尿病时长期存在的高血糖,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特别是眼、肾、心脏、血管、神经的慢性损害、功能障碍与非糖尿病相比。 糖尿病的高血压高1.7倍,缺血性心脏病与脑足中高3倍,下肢坏居高5倍,肾功能衰竭高17倍,双目失明高25倍。 所以患者一定要重视,今天为大家介绍一种花,专业酱血糖,效果非常好。 蜡木子蜡木含有高量的白氨酸、高钙、高蛋白等。 吃蜡木减肥,减掉的是脂肪而不是蛋白质,高钙又是减肥饮食的重要条件。 蜡木叶营养丰富,同时不含胆固醇,实在是减肥,酱汁的理想食材。 西藏野生特级绿罗花茶绿罗花泡水喝可以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关心病及各种血管炎,其中降血糖的效果最好,因此得名绿罗花茶。 由于当地来源广泛,并且疗效很明确,被许多藏族的秘方所采用。 深入西藏原产地区采购的大颗绿罗花,每天喝一点,轻松降低血糖,摆脱高血糖给我们带来的困扰,排我们健康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